徐处 在 把这个 不仁不义的东西拖下去 这儿烂 曹操交代完后事 正准备归天 承玉连哭戏都准备好了 不料下一秒 曹操突然双眼圆睁 想起自己还有一件大事没干 曹丕 快叫曹丕 曹丕正在府中琢磨 老爹啥时候才会隔屁 不料下一秒 徐处带着几十名虎弊军 推门而入 这阵仗看得曹丕心头一惊 得知是曹操召他立刻入宫 曹丕顿时慌的一批 想找徐处打探点内幕消息 徐处却一问三不知 只是催促曹丕快点上路 曹丕没有办法 只能提心吊胆跟着徐处进攻 结果刚刚见到曹操 曹操就给曹丕来了个王诈 徐处 在 把这个 不仁不义的东西拖下去 这儿烂 眼看徐处已经在拔刀 曹丕吓得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他就知道 徐处每次来找他准没好事 这次又是因为傻 曹丕要问个明白 曹操也不绕弯子 直接询问曹丕 曹冲是怎么死的 曹丕愣神半秒 硬着头皮回答 曹冲是被毒鼠咬死的 曹操却直接挑明 曹冲是被人放毒蛇害死的 曹操早就料到 曹丕会抵赖 直接拿出证据 在曹冲出事之后 曹操就给每个公子家中 放了五只发春期的猫 可这些猫一到半夜 就叫个不停 这说明府中根本没有老鼠 抓不到老鼠 猫的精力无处发现 才会整夜浪叫 还有曹操让他们三兄弟 给曹冲守灵三天 第三天晚上四更天时 曹直和曹张都熬不住睡着了 只有曹丕心神不定 彻夜未眠 这说明曹丕心中有鬼 曹操话音刚落 曹丕以下的瘫软在地 曹尔不情要死了 临终前就想听一句实话 父王 说 人说过的话句句属实 终帝不是我害的 父王如果要杀人 你就杀吧 曹操盯着曹丕看了八秒 随后呼喊徐楚 此时曹丕吓得浑身哆嗦 大脑一片空白 他紧紧盯着曹操嘴唇 生怕曹操说出一个杀字 不料曹操只是让徐楚退下 徐楚一走 曹丕立刻屁滚尿流 爬到曹操脚下 看着曹丕一脸蒙逼的表情 曹操心里偷偷直乐 这感觉可太爽了 不愧是自己三大爱好之一 接着曹操告诉曹丕 他顺利通过考核 正式成为下一任董事长 再加上司马懿的辅佐 他们曹氏集团 必定可以延续下去 曹丕留着两行鼻涕 呆呆点头答应 此时曹操再次嘱咐曹丕 以前的事就过去了 但以后他当了君王 一定要善待兄弟姐妹 不要再残杀曹氏后代 曹操拍拍曹丕的小脸 这小子真可爱 可惜以后再也下不着他了 随后曹操喊来文武百官 进行下线流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